請署長 署長請 劉委員好 署長好 今天是預算的尋打 那 我 一直針對就是 老人的相關問題 這個我已經講了應該是兩個會期以上 但我在預算裡面沒有特別看到 包含長照的部分 包含相關老人醫療的 有一個具體的一種 預算的編列 然後要去未雨抽毛 那明年又是 新的一個衛生福利部來成立 前幾天有一個世界日報 特別報導指出 二十二年後 台灣的老人問題 老化的速度 遠遠會超過日本 那日本國本身針對老人的相關的政策 我想早在二十年前就早已啟動 然後每五年 每十年 就做一個變革修正 然後透過法律 透過預算 來做實施 但台灣到目前為止 長期照顧服務法 還沒有辦法通過 那我們的十年長照 也做得離離辣了 那我們在衛生署的立場裡面 應該在預算 要去凸顯這個問題出來 但是顯然到目前為止 我沒有看到 我覺得今天署長來 擔任中華民國最後一任的署長 然後未來的衛生福利部裡面 如果在最後這個年度裡面 可以把這樣的一個相關的預算 匡列在裡面 那我想這基本上是一個啟動 也是一個基礎 那也算是大功勞一件 不過顯然在這個預算裡面 我沒有看到 我覺得滿遺憾的 我大概先跟那個劉委員報告 那麼這個我想老人是我們 未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重點 那我也一直在想這個老人研究中心 那上一次我也想到說 也許陳大方面在這一方面做得相當的不錯 所以我們會用研究計畫的模式先推動 那麼然後再如果真的做得很好 我們再開始用這個定額編 好 市長就簡單講 就是說我們期待要用 透過什麼樣的計畫先去啟動 就是針對所謂的 之前我在院會所提出的建言的 就是說 是不是台灣可以成立一個老人醫療研究中心 老人醫學研究中心等 那你說可以用計畫先來啟動 然後你也講說陳大辦的還滿不錯 那什麼時候可以具體來啟動 是這個我們正在跟他談 就是我已經交代下去 我們會一百年年底以前 可以吧 今年 就今年啊 我想我們會 當然這裡的任內可以來 可以來執行那是最好的嘛 對不對 好 我們可以啦 目標來努力 以研究計畫的模式來做 剛才我聽到針對機關移植那一個事件裡面 我聽了幾個委員在做尋打 我有點訝異 那訝異的部分 可能又去細分幾項 那我最終聽到署長的檢列報告 後面有針對這個部分要針對預算 來增加編列啦 但是我現在也在你們預算裡面 看不出 有什麼增列的部分 就第一點 氣圈中心 一年的預算到底是多少 然後他到底 他的預算到底在做什麼功能 執行什麼樣項目 好 我請石處長 呃 跟委員報告 以一百年度而為例 我們一共編了六千 呃 九百多萬 那麼 是不是在原有你的醫師處裡面的那一個億多嘛 然後有三分之後是拿來給 對 給氣間中心嘛 對不對 那多數的功能全部做在登陸的使用嗎 呃 兩千萬是在做那個商障補助 就是那個捐贈者的商障補助 那另外有大概兩千萬呢 是我們是給這個器官券募醫院 齁 他的這個費用 齁 器官處理費啦 還有這些人事費用啊 這是給醫院 券募醫院的 OK啦 處長 一百年比一百零一年多還是少 呃 差不多 還沒有我們編的 編的那個一百零一年的預算是差不多 沒有 你一百年度是一億八千多萬 是整個啦齁 全面提升醫療的品質嘛 對 那你一百零一年 是九千六百多萬 等於簡列的一千兩百萬 那你在這個 這個項目裡面 有三分之後是拿來給氣圈中心 等於一千兩百萬 又扣了三分之一 等於簡列的八百多萬 對 所以沒有增加喔 我是要提醒署長 這是第一點齁 那第二點針對愛知的防治 那更離譜了 所以這個事件跟愛知有關係 你知道 你知道你們的愛知防疫的部分 簡列多少嗎 好 那個 時間關係齁 我直接跟你講齁 原本一億七千多萬 今年度 簡列了八千九百多萬 減一百更加 那代表愛知的防疫 OK了 進步了 沒有事情了 所以我才剛才聽到 書長講了說 會針對這樣的一個相關的預算要增加 但是你在預算書裡面顯然的 全部都是下降的 都是簡列的 而且簡列幅度之大 一個三分之一 一個是二分之一呢 那怎麼辦 這個事件 我不想做細節做探討 但是我必須跟書長提醒就是說 四十四天 八尾以殺到今天四十四天 這四天裡面 我想所有的 這個 再也 再吵的立委 基本上都希望 發生這麼一個重大的事件 我們不希望再發生 我們希望對家屬 對以此的病患 有所交代 快速的解決 快速的一個答案 但是四十四天 那四十四天 這些委員不忍心 苛者裡面 希望你們趕快來做處理 但是結果被一個相關當事人 就是我們柯文哲的主任 坎不認 然後簡單一句話 這個坎不認 我聽起來 也沒有 沒有什麼沒有道理的部分呢 連警察 患錯都有連做處分啊 但今天這整個事件 到底衛生署應該負什麼責任 台大應該負什麼責任 柯主任應該負什麼責任 那些協調師應該負什麼責任 四十四天的 這四十四天 你們有具體的答案嗎 標準作業程序 剛才黃委員問過你們 當時的臨定的過程裡面 把這個制度定出來之後 但是實際上在執行過程裡面 到底出了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啊 在你們報告裡面 我想一屆的人士 也都會 很專注的 很關心的 在看待這個事情 然後站在一個衛生署 最高的一個醫療 的一個管理單位 他應該負什麼責任 他應該講什麼樣的話 這是全 我想全國的 醫事人員都在 做目睽睽 在注意這個事情 所以主長今天 徐趙偉給你用五分鐘來報告 我想你應該很明確的 很清楚的講說 什麼地方應該去做改變 什麼地方應該做處理 衛生署我們應該負到什麼樣的責任 民行事當然很清楚嘛 但行事上的責任你們都沒有嘛 那最後一句話 我剛才就講的 警察患錯都有連做處分 你們都沒有 我覺得這說不過啦 我覺得說不過 最後齁 這個部分我想你要一個完整的一個報告 不然 我們不能苛責你 那柯文哲現在在苛責你們衛生署 甚至要求你署長要下台喔 他也期待在立法院開公聽會 那我看我們就應該來開個公聽會 好好大家討論一下 到底衛生署台大醫事處 相關的當事人 該應該負到什麼責任 我們一次離清楚 才會永絕後患了 才可以真的不會再發生了 還有韓代我剛才講的你的預算編列裡面 全部通通是簡列 健保會的部分 我記得請局長齁 是經濟狀況 我聽了這句話有點納悶 九十九年度的預算 九十九年度的經濟狀況 局長你記得多少嗎 經濟成長率 對不起我不記得 OK一零點八八 一百年度的預測經濟成長多少你知道嗎 四點八一 一百零一年四點五八 那等於你已經宣告了 二代健保開始實施之後 不用想要報啦 因為經濟比以前還差 減一波比較低 減一波比較低 所以你沒想要再報了 你不用再編列這筆預算了 因為是經濟狀況嘛 那這個經濟狀況是這個狀況 很清楚 這第一點 第二點 你知道我們預估低收入負 人數的成長 一百零一年 又比一百年增加多少 增加一成多以上 增加一成多以上 再來 還有一個 你或許忘記了啦 我不曉得你們為什麼會 剛才跟其他委員答詢說 是經濟狀況 你的預算沒有編列 人民永遠記得這一段 你連誰執政都不清楚 但是你預算沒有編 你要試經濟狀況 人民會很清楚 一千多萬腳健保會的人會更清楚 馬英九總統曾經講過一句話 五年內健保會不會改變 不會調漲 那你現在為什麼要試經濟狀況 報告委員 那剛剛委員所提的數字是總體的經濟 那我們考量的經濟狀況 是個別家庭的經濟狀況 那我已經給你提醒了 低收入會再增加 對 一成多啊 這是第一點補充 第二點補充呢 只要 設政系統認定是低收入戶 那麼他一樣有保費 不管你要試整體 低收入戶 不管你要試家庭 的經濟狀況 我都沒有意見 但馬總統講的五年內 健保不會改變了 健保會不會改變 那你怎麼講 然後馬總統就是沒有去試全國的經濟狀況 馬總統沒有去試家庭的經濟狀況 所以他講這句話就是錯誤的 他講這句話是欺騙的 沒有 總統講的是整體的費率不動 整體的費率不動 對 所以插而補助 你們要不要補 沒有關係 沒有 插而補助我們是還在研議中 那你要研議多久啊 那我們在101年的預算 呃 因為整體預算 呃 中央的預算是比較緊湊 所以在編列上比較困難 所以 衛生署去講這句話 衛生署去講這句話 還有健保講這句話 沒有道理啦 真的沒有道理 我希望你站在一個 叫健保會人的立場去思考 站在一個 我們需要一個更好的健保 我們需要一個 更好的一個醫療的過程裡面 那健保會 九十九年度 十一年以後 今天是調整 調整一次的 那二代健保 我們當時是說如何做保證 那你現在又講這樣的話 那顯然跟你們馬總統所講的違背相當大 這是很矛盾的 謝謝 謝謝劉委員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